感谢回来 通讯及新闻部长一华人表示 各国政府必须有政治意愿 来建立强大的数码基础设施 以支持跨境数据流 因为这样可以让投资者发掘新商机 特别是在亚西安地区 一华人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对话会上 向商界领袖表示 许多国家的数据当地化可能成为障碍 因着涉及安全和机密问题 因此各国领导人需要有政治意愿 来磋商伙伴关系并建立互信 就如我国同新西兰和智利正在探讨 建立数码经济伙伴关系一样 一华人表示 公共和私人部门必须确保 所收集的数据受到保护并合法 保护 gosh 使用